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古装玄幻剧虽然总是沦为影视圈的笑柄 但是基本每年都会有一部古偶横空出世 大受认可 去年的王牌是王鹤帝与于书新主演的苍蓝爵 而今年表现最出色的便是罗云熙和白鹿主演的长月静明 从人物设定来看 苍蓝爵和长月静明的相似度其实很高 两部剧以魔神为男主的切入点 打破了古偶剧里的常见套路 让观众眼前一亮 而从长月静明的数据表现来看 观众很吃这一套 据悉 长月静明上线热播后 各方面的数据都在起飞 就连央视都点赞打call 用数据证长月静明大爆特爆 但罗云熙和白鹿其实都不在顶级流量的行列 两人搭配主演的作品却做到了领跑各类剧集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照目前的数据发展 长月静明的热度早晚会赶超苍蓝爵 其实长月静明这部剧率先抓住观众眼球的特质 就是它的特效制作 影机特效配少见的剧情设定 所以撑起长月静明一路开挂的数据表现 而在已经上线的剧情内容里 长月静明也确实没有让观众失望 长月静明或央视点评 四字珠基 数据就是品质的另一种体现 长月静明热播以来 数据表现高开高走 央视网文与根据电视剧的数据总结 长月静明灯塔正片播放指数高达4.2万 未近三年仙侠剧最高 同时在近两年全网剧集中也仅次于去年的爆款人世间 一部国偶剧 在热度表现 除圈指数以及播放量数据上与爆款剧人世间比肩 央视网文与的总结评价 可谓是字字珠基 力政长月静明的实力 而这些成绩都离不开演员的塑造 作为男主的罗云熙 其实是长月静明最大的看点 客观来讲 罗云熙在长月静明中的状态不如香蜜 沉沉进入双中的润誉时期 但是这样的罗云熙却做到了与人物高度适配 演技表现相当圈粉 原著中的谭台静就是瘦骨灵循 作者多次用兽来展现谭台静的单薄 而已经受到挂不住香的罗云熙 几乎是本色出演了长月静明中的谭台静 尤其是在离苏苏附身到叶熙物身上之后 谭台静受尽屈辱 而单薄的罗云熙仅仅是跪在地上 就让观众脑补出了一段卑微如蝼蚁的质子人生 关键是除了身形的高度适配 罗云熙的演技也是一绝 早期的谭台静虽然人生悲惨 受尽折辱 但是她骨子里的傲气却从未因为她的卑微有半分损耗 在她归在雪地里的那场戏里 罗云熙身姿挺拔 一身白衣风度翩翩 当女主提出各种要求时 谭台静样样照做 可此时罗云熙的眼睛中是不服 是高傲 她目中无人 甚至露出沙意 这种卑微却不卑贱的气场 一下就把谭台静虽如尘土 却与众不同 并非常人的形象立柱了 相比之下 女主黎苏苏在人物设定上的需求 就让白露的表演显得更加直白 黎苏苏的单纯 善良就写在脸上 虽然肩负仇恨 但却做不到看住尚未犯下大错的谭台静受人欺负 黎苏苏给谭台静披肩 给她温饱庇护 而白露的表演 每次都把女主内心的矛盾纠结展现到极致 就如黎苏苏看住谭台静受人欺负时 她会挺身而出 破口大骂 此时的白露气愤至极 表情严肃 完全放下了仇恨恩怨 把黎苏苏的简单 直爽的一面演绎了出来 在黎苏苏给谭台静地上热乎乎的白米饭时 白露的行为举止表面上是不情不愿的施舍 但内心却是真心实意的心疼 怜悯 这种复杂的感情 被白露拿捏的尺寸得到 让观众也心服口服 如今看来 长夜静明的数据起飞 和作品本身直接挂钩 这部剧在情节上的张力 搭配出彩的人物设定和演员的满分发挥 足以留住观众 收获大量剧粉 长夜静明并非是数据狠 更不是央视文娱的点评狠 而是它本身就竞争力十足 交出了一份让市场满意的答卷 最后 你是否喜欢正在热播的长夜静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